六月六,我们再补一节啊,就过去了 六月六这个节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不在意 那以前都很多,很注重 那现在呢,就是在少数民族和农村一些地方也会比较多 这个好像很奇妙 这个节实际上是几乎可以讲是最多的 有没有道理呢,为什么现在就没有人 你先听听有什么节啊,大概一说 说习俗里面六月六,两家走,吃羊肉 看骨秀,帅龙衣,吃新面 吃闺女一刀肉,洗毛狗 包括地鲜,还有节 这个这么多 还有更多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要怎么总结它呢 这个第一六这个数字 我们最开始的几节课讲过数字系列 六是老阴之数,九是老阳 那六阴就代表众多,量多 阳它是至高 所以它就多 第二阴呢,就会在一些阴的地方 人特别多的 那整体来说阳气比较旺 那就慢慢的衰落了 这是一个趋势 阴之几 你说这个一二三四五 你说阴零,如果你说不是自然数 那最少是二的最小啊 它这个一二三四五啊 特别五行之数,小眼之数 然后 下来这个六是第一个 天一收水,第六成之 在天成像,在地成形 水本身是之阴之物 那在天上,落在地上 形成这个六 又是六月六 那它是基因之数 我们常说这个六六大顺 实际上有的时候未必如此 它就是不顺才要鼓励你 岁岁平安 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那第二呢 这个即日的共同特点 就是跟这个水有关 我们讲这个水 第三呢 这个时候 也是天气热的时候 所以会有什么晒浓衣啊 等等这些 看古秀啊 这时候装件这种 长起来 就是这样 包括天热 讲吃羊肉 睡下养羊嘛 吃羊肉 新面 吃闺女一道肉指的就是 这个老人 老人六十六 是个结束 是吧 所以 这个 女子也要回娘家第一 因为这天很阴 所以说不在 不在这个婆家 回娘家 这个基因之数呢 又 说吃了这个肉 就是 浴衣着 还能再火六十六 吃的时候还要 妈妈要躺在门槛上 然后吃完了就 灰食了嘛 那个意思 地仙节 所以西安也是地仙 都是阴的 也有相传 是外国天主 几个人的生日 然后再传到各处 那西方 外国也 也主因 对不对 也有道理 所以很多东西都在里面 但是我们提炼出来 它必然有一个 共同的 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就 打草稿了 吃打过两次草稿 真的太多了 不好办 就是大概这样 说下来 后面估计还有八一八 也很麻烦 有的朋友可能 听起来感觉比较吃力 实际上 我们还是比较顺畅 综合的一起 简练 它的根源 都是真传一句话 不用太多的 你可能第一次听 调音比较大 实际上 你再多听几遍